Hello 加哥 嗨 龔師傅 你好 我是Mark 加哥 第一次 今天有話要說 你的故事是太平山街 太平山街 四方街那邊 但你的影片是拍了什麼 我們主要在北宮花園 拍了一些環境 以及訪問了一些現場朋友 說一說他們對那些靈異的真實感覺 或者發生過什麼事 無論如何都是街坊的意見 為什麼呢 其實那裡 太平山 以前叫做太平山 就是那個區 反而是那裡 是啊 是那裡 太平山很普通的就是那個位 就是太平山就是那個位 為什麼叫太平山呢 因為以前附近有警署 沒錯 有警署的 那裡附近最安全的意思 所以那些人叫做太平山 哦 即是很太平 是啊 很太平 現在這個太平山 其實在附近 40間那裡 打漁欄 還用太平山做漁欄建照 冤雲的神位 還是用太平山的 哦 是啊 今天我問街坊 他也有這樣說 是啊 因為我也問他 究竟北宮花園那裡 以前死了那麼多 即是鼠疫的時候 說1894年的時候 一個月之間死了幾百人 是啊 我說你們有沒有經常見到冤雲飄來飄去 那那個人就說 他說沒有啊 沒有見過啊 真是幸運 是啊 可能因為真的做過很多法事 是啊 沒錯 超渡到 是啊 其實從那一區來講 我做了這方面 這些民間的資料 我80年開始做了 嗯 早期關於太平山鬧鬼的消息 其實都是來自一些報紙的 哦 報紙 那時候有很多報紙 特別是小報 都會提到太平山鬧鬼的 其實這些資料 後來就一直流傳下來 不過呢 那時候的小報 它所說太平山鬧鬼的傳聞 其實就反而少涉及到 就是這個鼠疫的 嗯 很少說鼠疫 因為那時候很多枉死的人 留了在那裡 於是出現了很多這樣的現象 他們主要就是 日本人殺人 日本人殺人 日本鬼子 是啊 日本鬼子 轟炸香港的時候 就在太平山那裡附近 因為很多人都死了 街角啊 不如給一個概念的聽眾 我想問呢 所謂的小報呢 那個時候的報道 這些消息 又說日本鬼子 某關於書役時 的年份 大約是甚麼年份的報紙呢 小報呢 小報呢 香港在和平之後 其實有很多我們所謂的小報 這些小報呢 譬如我們叫金夜報啊 那些以前就算是 好像類似是明報 那些都是早期的小報來的 那這些報紙呢 有很多專欄仔的 五十六十年代 應該有很多的 很多的 那時候有些自然報啊 天然報啊 很多這些報的 那裏面就有很多的 那些專欄仔呢 那裏面就有很多的 那些人就寫一些故事 那裏面 那裏面 古靈精怪的東西都有的 反而現在的報紙又沒有這些 那裏面 金夜報呢 好像到 如果我印象中沒有記錯 七十年代都還有的 那裏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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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這些本來 一邊 那裏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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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六日报 那裏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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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球 rid 如果以獨者人數來說,他絕對不是小報 只不過以內容而定,他覺得他是小報 他不是馬經來的嗎?紅綠日報 不止,不止是馬經 他後來可能轉型 之前都是類似小報報道一些側的消息 因為馬經是賺錢的 對小報來說,他不是那麼著重政制、大事、社會新聞 他是黃島獨 還有紙是很少的 對,只有一張 即是很細分的 只有一張 這些報紙,有很多這些故事 主要是說一些日治時期 日軍濫散無辜後 那些冤魂在太平山一大出現 反而這些消息是較多的 這些反應的消息 但是最當中 即是在研究中 即是你看到的研究和資料搜集中 會不會他們說的故事都會重複呢? 即是說有些比較知名的故事 其實據我看了這麼多 大部分都是聽到一些粗兵 或者在早上大霧中 半夜三間看到一些黃軍 或者一些難民 蒼黃來逃跑 沒有圈雜的聲音出現 但在街上 夜涼如水 甚麼人都沒有 大部分都是類似的 這樣的 description 高師傅 那你今天去到那個地方 即是我跳過早一點給大家預告 即是會不會今天天氣轉涼 會不會說真 會不會陰森少少 嘩 說真 你幾個小時去呢? 我們今天六點多鐘上去 但是其實 開始轉黑了 轉黑 但是我們上去會覺得很陰森 因為為什麼呢? 北宮花園那裡 那些樹是長得很密的 還有那些樹是很多汽根出來 有些榕樹 其中有一棵 近著上面那條街 那一棵大的 氣筋全身出來 很陰森 很被人很詭異的感覺 是 失灰的 還有我們一路 遮了街燈 是的 還有我們一路走上去 那種氣氛 就是說 你知道那頭的 那些太平山街 四方街 有很多做笨事業 棺材 壽衣 有很多寺廟 那些寺廟 我們都有好奇地進去 八卦一下了解一下 其實那區來講 一直以來 我以前 其實很多年前 我已經在那裡開店 我那時候 都經常在那一帶 走出走入 我都覺得那邊是很陰的 我這次再舊地重遊一次 幾年沒有走過 回去覺得沒有什麼大變動 都覺得仍然是那種感覺很陰 是的 那佳哥 嗯 其實呢 剛才講到那些榕樹 那些 其實 有沒有一些故事 是關於這些 這些東西呢 當地居民 或者當時的小報的記載 有沒有關於那個地方的陰森 所以才會見到皇軍呢 這個呢 你現在看到那些榕樹這麼大棵 嗯 但是其實呢 其實呢 其實呢 在那些所謂的鬧鬼 這些記載裡面 就很少提及那裡的樹 是 沒錯 很少提及那裡的樹 最重要的那間就是那間港複議廠 是 沒錯 這間就 很多百姓廟 是 這間百姓廟 我沒聽過 這間百姓廟 這間百姓廟以前是異莊 是啊 在瘟疫的時候呢 很多人呢 是等死的 是啊 因為以前呢 中國人的思想就是 因為以前沒有殯儀館的 也沒有醫院有這麼好的設備 如果這間屋裡面有病人重病的時候呢 你去到離樓的時候呢 很多時候呢 他們是不會放在他家裡的 嗯 他們會放在他宜床 放在那裡等死 那當時呢 這個港複議廠呢 其實就是 有很多那些中了鼠疫 是 死那些黑死病的人呢 其實呢 未死就已經放在那裡 放在那裡了 還有他那個角色 不單止是做這樣這麼偉大的角色 而是他那區呢 其實大家知道是近住 就是文涵街 有很多南北行 很多海外的人來找食 原來那些異鄉客呢 病了沒有人照顧啦 那都是去那個港複慈那裡 是醫病的 沒有人沒有物的 是的 就算他們那些 有些醫不好啦 笑死啦 之後呢 都會放在他們的位置 想在他們那個 有個寧堂位 放在那裡供奉的 哦 全都是異地人 全都是異地人 所有人都覺得 都是來到香港島打工的 哦 你明白我心 那個轉變 太少了 就是我們 我來那裡 我東館的 我中生的 我地一的 我來到香港島 暫時在那裡找飯吃 我死了之後呢 我要托東華三院 將我的居民分享一下 哦 要了解這件事 所以那時候 最興旺的行業是菇梨 嗯 竹魚 三角碼頭菇梨那些 所以就全部都是外星 即是異地人 其實是國內來的 哦 即是全部國內來的 很多都是革命卡 嗯 那百姓面那裡就是 例如去百姓島裡面 那一陣 你就會看到很多很多 那些神位在那裡 是啊 那些神位 有很多 都差不多近百年歷史 有 這些就是客死而鄉 是啊 所以沒有人知道 他死了之後 香港沒有人沒有密 那些朋友相關他 就這樣擠在那裡 鄉下都不知道 那就放在那裡 好了 連他的朋友都走了 那誰理會呢 他是不是廟足你呢 嗯 所以那個陰氣很厲害 所以沒有人在那裡 你覺得這樣是不是很關事呢 你說是不是因為這樣 而令到那裡出現很多 是啊 這樣說 說真的 我從來沒有在那裡的廟足 或者附近的居民口中 聽到因為這個講複義詞 有那麼多靈畏出現了問題 嗯 這個真的 小聽啊 那麼久都沒有試過 我們今天去問的時候 那些人都沒有說這件事 沒有的沒有說的 沒有說的 是啊 不過他那裡如果要留意 他會供奉這個什麼 什麽的 十點炎王 地藏王 地藏王 對 還有制工 那些亡靈 那我想問聽眾朋友 等一等 因為有聽眾朋友說比較小聲 我不知道是他自己本身 還是我們的設備比較小聲 所以呢 我叫Tondition他們 阿高佬他們來搞搞 但是另一方面呢 就是我怕他聽不清楚 佳一哥說什麼 是 應該沒有問題的 其實呢 你們現在有個Background音樂 是嗎 是啊 很小聲 是嗎 很大聲 是啊 お哦 好啊 好啊 那儘量動 ainsi ő 是否在這裏trone 另外對 你說戈一哥 不如你先講個個故事來聽成 有否一些具體的故事 可以了解一下呢 具體說哪一家哪一主出現了問題 其實我收不到 那時候很有趣 我記得有一天報道說有對夫婦報警 那什麼事呢? 很多人在街上走,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以前比較無知 報警,打狗狗狗,叫警察來 但沒有電話那麼方便 發生什麼事,以為火燭 但應該沒有那麼方便電話 家裡可能真的有電話 或者衝到街上吹哨子 起碼香港島的人比較有錢 我也相信 那不是專欄來的 那是一段新聞報道 因為罵兇,外面很吵 所以會報警 以前的新聞,這樣也有價值 有價值 因為以前這些新聞有價值 沒有什麼好報 因為以前資訊沒有那麼發達 所以他們這些奇聞 我想都是一些花邊新聞 應該都幾樽樽樂道 其實現在都會有的 一樣是會有的 如果有這些靈異的事 報紙也會報道的 另外還有一個問題 你說什麼 你要留意一下 以前的街燈其實沒有現在那麼光 光污染沒有那麼嚴重 光煞 你知道嗎 現在都知道 每個地方都開了燈 所有樓 以前的樓是沒有燈的 舊樓是沒有街燈 沒有樓梯燈的 是的 以前舊樓樓的樓梯燈很暗 你要明白一件事 街燈也不會有很多 車也不會有很多 你想想這些環境 其實是印浴了什麼 可以嗎 起碼印浴了恐懼感 沒錯 出現了這樣的情況 現在說 不夠十步 就一眼街燈 家村的燈 都燈光火災 跟邊緣都有這樣的感覺 沒錯 回到家後馬上都開了燈 對 對 很多時候靈異的事件 是跟歷史或當時背景的環境有關的 絕對是 你想想舊樓 當時我讀中小學的時候 灣仔 就是現在 軒尼斯道觀納小學 對出去那邊 那裡很多舊樓還沒有測 以前的東方小奇遇 那一堆舊樓 後面還有舊樓 老實說 那些樓梯 嚇死你了 不用多的 那些木板的樓梯級 有些木的 二格格的 我也經歷過 我朋友住樓 下面有老鼠走 突然有隻東西捐過你的腳 嗨嗨嗨 你不怕嗎 怕的真的 嚇死了 被老鼠你化化 所以很多時候 現在我們現代一些 我們現代一些 可能在閉路電視 大廈閉路電視 晚上無聊一按電視 看到一些東西 好像鬼靈精怪 那時候沒有這些 可能會有一個 長的走廊 陰森的環境 或者一聲 沒有樓梯的門 那些東西 自己嚇自己 或者沒有街燈 好啊 多謝你街角 下個禮拜同樣時間 你會再打電話給我們 沒錯 好啊 今晚麻煩你街角 沒關係 拜拜 拜拜 其實這些舊區 尤其西環 中上環 上環 那些 特別 怕的 上環很多這些舊樓 燈 好像今天我跟Edmond去走的時候 我走到四方街 轉彎 那裡 有一間屋 我就跟Edmond開玩笑 我說 Edmond這座樓 只有三、四層高 我沒記錯 是一個很歐綠色的設計 很漂亮的 發生了 那時候有點瘦到 我說這間屋很漂亮 現在在那裡住真的好 接著Edmond就說 這間屋 早上罵鬼 我說是呀 罵鬼 撿到他不罵鬼 然後開玩笑 他說 不是嘛 不要搞了 其實我自己覺得 其實 I can do 深水埗還舊 其實舊區 一定是由沿海發展的 所以我們以前那些故事 或者經常說罵鬼 中上環、西環 一來那裡偏僻荒涼 現在都偏僻荒涼 也不是的 早期 你講的是 香港開埠初期 因為那裡是近於大 水坑口的碼頭上落 變成那區 以前是人口很密集 所以 比較黃 但也可能傳染病 或者很多東西 死人死在那裡 因為人口密集 衛生環境不好 所以 那裡一發生 突然死了這麼多 搞到政府要封閉了 太平山街的位置 就拆了那些屋 變成一個北宮花園 為什麼會這樣呢 原因是 因為初期那裡真的很密集 所以我總是聽這些舊區的故事 我比較特別 因為我覺得可信性是相對高的 我自己 我也認為是 因為你新的地點 有時候 譬如你說 以前的將軍澳 近年發展比較新興的地區 那時候 應該說我畢業 大學畢業的時候 剛剛去電視台做 我每天都經過 真的荒涼很多 那時候 那應該是的 現在多了這麼多屋苑 所以立即你會發現 那些靈界 或者鬼谷 都好像少了很多 人口旺 就差很遠 就是陽氣旺盛陰氣 其實有沒有這樣 高師傅 在風水 或者其他學說上 有沒有人來人往 大旺了 又不用做什麼發展 人來人往 其實基本上 大旺的地方 是沒有那麼多鬼怪的 但是有時候 真的要很講 他的樓宇 鋪排 是不是很整齊 那個格局 如果他的格局 整起來 是三尖八角 撞到東西 三尖八角 或者他的座向 每次座座都不老禮 座座都大凶忙小凶忙 這件事我都不敢說 可能有機會 那個陰氣會盛回 那等一下我要問 高師傅 什麼叫大陰忙 什麼 大陰寒 不是 那個叫做 大凶忙小凶忙 大凶忙小凶忙 電話 大家可以打來 因為checkroom上 有些朋友都說 其實深水埗區更厲害 好啊 一會打來說深水埗 不如說一些不同區區分 或者不同區域 那些舊區的鬼故 好啊 到我們了 是 回到現場了 是 其實呢 我想問高師傅 你進去最eyecatching 最搶眼 最令你 攝到你的目光 是什麼呢 即你講到布公花園 其實我對那棵樹一進去 我是很有深刻印象 因為我很少見到那些樹 樹根露出來 掛在那裡 但是那些根是硬正的 是木頭 因為已經直到地了 是 即是很實 那幾十年之後 是的 很厲害 然後又令我覺得很好玩 外面有一班小朋友坐在那裡聊天 然後裡面有一班上一年多的人在那裡玩太極 那那班年輕人令我感覺到很生氣感 我一去就跟Edmond說 抓著那班年輕人聊天 他們也願意聊 是啊 他們很好客 網友說 喂 好死好客 是啊 我們走到那邊跟到那邊 很過癮的 那幾個小孩子 我們有電話 不如聽一下 好啊 四光昌是不是 是 你好啊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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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麼跟我們分享一下 好啊 剛剛回到家 開個節目聽到佳哥在說大明山 四方街 是啊 那裡呢 他說報紙也報道過 其實我剛剛恐怖在線開台那時候 我也放過上討論區說這件事 其實為了具體一點再說回 好啊 其實應該是1948年 1948年 戰後幾年發生的 那 話說就是 晚上 普慶桑 喂 聽到 很大音樂 背景聲 喂喂喂 那不要要那個音樂 我們不要要音樂 繼續 是 那個普慶桑 即是 你知不知哪裏 是 近著荷里活道那裏 是嗎 上去有個英王小學 不知道什麼 第二幾年 我知道哪裏 是不是英王五世那裏 那裏 不是 英王小學 去紅磚的 那家是紅磚斜佬 那家是紅磚斜佬 前名叫什麼 是 就是那個位置 那裏 其實當時報道就說 夏天 那些人就在街上睡覺 即是比較涼一點 以前的人是這樣 是的 晚上突然有人聽到 一些怪聲 是 嘟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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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很響 就把整條街的人都吵醒了 嗯 然後吵醒了之後 那些人就看 就有幾百人的人影 浩浩蕩蕩地 就在北宮花園那邊 嗯 跑過去 跑去 荷里活道 嗯 他的報道就是這樣 那些形狀 就因為 那些人那個 垂眼風 即是很蒙重 看不到 即是看得很蒙糊的東西 即是當時的報道就是這樣 但是跟著呢 就驚動到那些警察 那些警察 那些警察 每個人都走去看 嗯 那些居民呢 就說 那些怪聲呢 是有可能就是 呃 是 當時 一九二幾年的時候 曾經發生一個 嵐漏的橙劇 死了百多人 是水災嵐漏的 應該是 這個是證實了 是嗎 他的報道後來 一個總結 他就說 即是 估計是 嵐山泥 是嗎 是 嵐山泥 喂喂喂 背景音樂可不可以調食 我完全聽不懂 其實沒有了 其實咳了 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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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是有些回音 有些回音 有些回音 但我們都聽得很清楚 聽得很清楚 現在沒有回音 現在OK 是 我們繼續說 因為呢 如果你說那區呢 說真的 天然地呢 都是非常之陰森的 他其實是一個山腳位置的處於 是啊 即太平山去那裡 是正正太平山某一個位置的山腳來的 因為太平山很大的 是 所以 可能那些沙石那時候 你建築不好 很容易會有下坑 造成那個慘劇 跟著就死了很多人 導致又這樣 但那個報道都很誇張 過百個人影 這樣跑下去 有可能是日軍的 說真的 如果你信靈界的東西 就有可能是日軍的 是啊 是啊 不過那裡的人 經常都說 在 什麼 碧莉姐市街 台北公花園那裡 說見到一些日軍後部粗 聽到一些聲音 其實我之前也有放一些資料 就是說 那邊其實很多 二次世界大戰那裡 好幾單是人食人 人食人 即是說 有食人肉那些 即是那些人太沒東西吃了 哦 打仗的時候有發生過的 聽說是 很多上環 很多單 我之前有些新聞資料都放上去 還有 有什麼 有說見到那些鬼 在那裡頂叉燒 都是上環那裡 好幾慢 原來 都有這些 有啊 有這些報道的 以前的小報 是啊 有的 我見到你剪了很多報 放上去的時候 左報都有的 左報都有的 因為以前的 又開放一些 是 程度上 有很多管制 還有一個 就是比較恐怖一點 有一個雞人傳說 我之前也拜過 就是說 水坑口 高星戲院 你知道哪個位置 你知不知道哪個位置 知道 水坑口 路口那裡 以前 高星 30年代尾 高星戲院很熱鬧 對 沒錯 有些人 藉著他的熱鬧 在橫街宅行 搭帳房那裡 做一些 偷雞的歌舞表演 來賣票給別人入場 以前 以前 試過 將一些小孩 拐了一些小孩回來 這樣 餓到皮黃骨瘦 然後 用一些 螺牙棒 你知不知道什麼 螺牙棒 我知道 有針那些 用那些螺牙棒 打他的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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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洞 讓他的洞 發炎流浪 起到 那些雞 那些雞 都拔了毛 之後 一點點很大的毛孔 其實他們是在街邊賣舞 拐帶小朋友 拐帶小朋友 他裡面有歌舞表演 互相打架 類似摔角 其中一個項目叫做雞人表演 把小孩抓回來之後 就用螺牙棒打到他 好像雞剝皮的毛孔 又流浪 發炎一個個蝦 一個個圓形 然後在那個位置 在龍未結 結了之後 雨淋淋的期間 再把雞毛插進去 嘩 那麼殘忍 然後 這個傷口埋了口 那個雞毛 生死了 在裡面生死了 之後再斬了他的手 斬了他的手 然後用鐵鏈鎖著他 來表演 告訴大家 這是一個很奇怪的奇異生物 雞人 不過呢 四鋼翔 這些東西 我覺得 這是傳聞 不是傳聞 我只覺得很像 為什麼我說會有呢 我看過英國的一些報道 我想大家有聽過象人 其實 那些是一些 可能有皮膚病 或是有遺傳病的人 他再幫他做到古靈精怪一些 就是不讓他出街 就困不住他 是很殘忍的 以前 真的很殘忍 這些人呢 通常呢 有這些病 或者受到這些虐待之後 可能四十多歲已經死 嗯 所以就 比較早要 就是盡死的人 那 好 其實我挺相信的 都是屬於很動盪的時候 就是已經 一軍已經侵略了中國 但是還沒有打到香港 準備到香港的時候 最混亂的那段時間 不過那個時代 真的見到這些事情 都沒有說 因為那個時候 老實說 挺搶錢的 就是那個世界 你叫人吃人的世界 不是說吃人肉那麼簡單 而是 大家為了生存 或者為了錢 而 很多事情都做得出 嗯 所以 我是覺得 很悲哀的故事 就是這個 貪真癡 要洗一洗 老實說 很難 就是深圳的小朋友 被人擺了 斬了一雙手 斬了一隻腳 在那黑錢 其實就是這些故事 是 很淒涼 很多年代不同了 聽見很心酸 你不會把雞毛插進去 好啊 多謝 好啊 再跟我們分享一下 之後 是啊 因為我剛剛回到家 我們聽到這樣 或者下次我再打你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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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 今次我就真的要講一個 在錦秀花園裏面發生的事 這件事呢 就是發生在我媽媽和我哥哥身上的 那時候我哥哥才 可能是五六年班的 那 我們屋苑呢 就是分 用英文字母來分段 我記得他當晚 就是去到D段的時候發生的 就是D4D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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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比較陰森的 雖然它是 叫做近住 錦秀花園的正門 但是 那裏也是比較陰暗的 那裏 就是那裏 踩踩大單車 那裏 我哥哥 就問我媽媽 就說 媽媽 為什麼在那裏 有個婆婆在那裏 在那裏 那裏 那 我媽媽聽到之後 其實 她第一時間 就覺得很奇怪 有什麼可能 爺媽媽12時多 有個婆婆在那裏 那裏 那 還有我媽媽 是感覺到 靈體 的人 那 那 她就起雞皮了 但是我媽媽 什麼都看不到 就只有我哥哥看到 那 那 他們知道不對勁 那 就極速地 打算 踩大單車 走 但是 他們一路踩的時候 那 我哥哥轉頭 是發現 那裏 是一路 追著他們的 但是 就不是跑了 直接是飛著 追著 那 她這樣叫出來的時候 其實 我媽 和她已經可以肯定 那裏 不是一個人 因為 你 沒可能 一個老婆可以 追到那裏 那裏 跑了那麼快 那 那 他們 就很害怕 一路踩一路踩 都不敢回頭 但是 他們又不敢 直至回家 唯有 就是在家附近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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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就是 這件事 就是這樣 因為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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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沒有跟著 他們回家 但是 這件事 發生完之後 才知道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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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那裏 那裏 我印象中,起碼有兩個,就在那裏 我不知道關不關那個婆婆的事 這次先說到這裏